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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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下課我又想到一個例子 是 Random Assets的例子 所以我們剛才給Sequential Assets 這種 method 的例子就像各位 C Programming裡面F3F write 對不對 Dex的這種 Random Assets 我們提到就像是Database 的Case Random Assets Direct Assets 應該說Direct Assets的話 是什麼例子呢? 就比較像是一些比較高階一點的 語言會提供像是 大家可能有用過對不對 你可以load一個file 裡面就用行當作它的roll 當作用common 就是用這些豆點或是space 當作它的column 對不對? 所以你load一個file進來之後 你可能想要的東西就是 請告訴我array A33 位置的data是什麼 對不對? 這個就是一個Direct Assets 你直接跟它講 第三個roll 第三個column 那個字 你不用index 它就是位置 對不對? 33這個座標coordinate 的data 那這就是一個Direct Assets的例子 所以就有不同 這種所謂的 Assets Methods 就是這個API 那重點哪一個好哪一個不好 其實當然是看使用者 就是application它的behavior需求 所以你自然會找到它對應的 這種assets的method 那以API的角度的差別 大概就是 可以看它的argument 你就可以觀察到 對不對? 你沒有給position的 那一定是sequential Assets 你給的是一些position的information 像我們剛才說 A33 我要write到這個位置 readout 從這邊讀出來 這個就是Direct Assets 那如果你直接就說 jump 或是某一個這個名字 你自己去取得的 然後你用這個當作position 去reference到 去refer到你要的資料 那個你就在做indexed access 那implementation 大家當然可以想見 你看像database 然後filesystem 或者是 你加一層這個language 當然就是mapping上面 對不對? 還有這個mapping上怎麼處理 這是一件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它的access的pattern 到physical device上的pattern 會亂掉 會有怎麼樣的行為 它一定會不一樣 那怎麼樣確保 它的讀寫的速度快 那方式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sequential 你也知道 資料的behavior就是sequential 那你就盡量把它串在一起 如果是會跳的 如果你有index 你可能就會建一些 對不對? directory內部的 一些data structure去track 或者是能夠search 讓你很快的知道 到底要從哪裡讀 我們才是盡量減少一些redundant資料的io 對不對? 等等的做法 好 部分的就是assess method 好 那我們這邊回到 我們剛才介紹這個directory 由single level, two level 變成tree 最後最general當然可以 就是變成general graph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完全不受限 你在這個directory的structure上 這個graph上 你可以任意地去加atch 任何的direction 任何的位置 那這樣的結果就會 就會產生一個general graph 就是任何的可能性都會出現 那跟剛才最大的差別 就是它就有可能會有cycle的跑出來 那我們知道有cycle之後的最大的issue 當然就在於 怎麼樣去解決dangling point的問題 那解決的方式 其實大家以前應該也有聽過了 因為其實這個問題就像pointer在處理 pointer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知道像pointer更是容易會發生這種有cycle等等的issue 那怎麼做呢? 當然就是 第一個 你可以去 你當然就是可以把它移掉之後 你就把它拿掉 對不對? 那就像這邊的例子 本來可能有串在一起的 從blink到g2 那delete你就直接把它拿掉 那拿掉之後的問題就在於 那剩下的就有可能 你其實也應該要delete掉 因為它根本不可能被access到 所以 其實就等於是把這個資料可以整個砍掉的意思 是一樣的 但是你怎麼知道呢? 這時候你就沒有辦法只用counter這件事情 因為像這個例子很明顯就看到 這要移除的g2跟t1 它們上面的counter值還是一額互相reference 那 所以當然第一種你就是可以去做一些circle的detection 去看看是不是有circle有沒有連結 那最常見的就是用 像garbage collection的概念了 所以你可以 periodically 你就從 root的這邊 開始一直label下來 對不對? traverse看 看看它是不是可以reachable 對不對? 等到label完之後 然後你發現沒有被label的人 當然就是unreachable 就是它可以 把它可以delete掉 所以就是 最常見的這種garbage collection 兩個pass的方式 你也可以把它解決掉 所以你不care它到底有沒有circle了 反正unreachable 那就是要被delete掉的content 那當然你可以想見這些overhead都是比較大的 然後不要忘記 filesystem更不喜歡做這件事情 因為它的使用者通常大型的系統 使用者跟檔案數量是非常驚人的 所以 你periodic在那邊做也是非常不efficient的 所以很多的filesystem 它就不support 這樣子general graph的directory structure 所以當你會加了一個link 它會createcircle的時候 它可能就把你擋住 就跟你講 這是一個invalued的動作 去避免掉這後面的maintenance的issue 因為實在太耗費時間了 而且以使用情境來講 大概也沒有那麼necessary 對不對?也是蠻少見 應該是很special case的 所以你可能就要用別的方式去處理 好 所以這就是directory 所以什麼是directory 其實就是在處理mapping的這件事情 去找到你的file的真正的ID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介紹mounting跟sharing 這兩個在使用檔案的時候 常常會做的這個動作 好 那第一個是mounting 所以什麼是mounting呢 通常我也不確定 在入嗎 不過anyway 就像我們所知道 基本上你要去使用一個 這個檔案系統的時候 你要去使用這個儲存空間的時候 你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它mount到 我們俗稱mount到 我們的這個系統裡面 也就是讓我們的系統 可以access到 那一個storage device上面的資料 這個動作就是俗稱的mounting 那當然我們這邊又指的是 就是file system這邊的mounting 所以 因為畢竟整個系統的角度來講 我們最後使用者 要能夠使用到的話 或是程式 對不對 要能夠access到那個data 或是file的話 都是要透過file system 也就是要透過我們剛才的 那個directory的structure 然後可以找到它 那所以在mounting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你要決定的 其實就是mount point 所以我到底要把它mount在哪裡 因為整個系統或許是很龐大 很多檔案資料夾 但是我們剛才看到的 現在的structure 都是所謂的trip 或是accelic graph 你就是會有一個root 對不對 所以你必須要從 這個絕對的路徑上 你要能夠知道 它到底位置在哪 那那個mount上面那個節點 就是我們俗稱的mount point 好 好 那mounting呢 就像我們所知道 其實它是分成 有可能是這三個case的其中 就是什麼時候會發生mounting這個動作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boot time 所以 也就是你打開機 它就已經mount好 那最好的例子就是你的系統槽了 對不對 所以 不要忘記你的檔案系統也是存在檔案 整個應該說你的作業系統 也是存在檔案系統裡頭 所以說那個系統 那個檔案系統如果不先mount起來 根本沒辦法load你OS的data到memory開始執行 所以當然by default system的那一個variant 它是一步子 比如說它就是mount起來的 那再來呢 就有這種run time的 你在自動的去mount 這個現在就非常常見了 幾乎所有的device都會support這件事 所以我們知道 一插上去 它就開始自動research 甚至於你沒有driver 它就開始自動把你download 但總之結論就是 使用者不用做任何事 它就可以mount好 當然是run time 一開始沒有 但你插進去的時候 它就可以mount好 這個就是 所謂的這種run time的 自動的mounting的動作 那最後當然用manually 對不對 所以當然比較早期 或是你比較特殊的一些device 或是你找不到driver 沒有這些 沒有辦法自動化 最後當然只能用手動 這當然eventually 當然也是可以的 所以 你當然可以在run time的時候 用手動的方式 就是在把你要的這個檔案的這個 或是儲存的這個device 把它mount進到我們的檔案系統裡面 好 所以這只是一個例子 就像我們原來的系統 原來的這個flash system 它可能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就只有local有些檔案 然後 有user跟home 其實都還沒有東西 好 那 你可能就mount的第二個 這個valet 或者potting進來 到我們的檔案系統裡 然後再掛載在usr這下面 對不對 那這就把它 這個usr就是我們所謂的mount point 意思類推到 不同顏色如果就是不同的 這個file system 我們把它mount進來的話 那就會像這個樣子 就可以每一個節點 就是所謂的這個mount point 所以 甚至於你可以recursive對不對 所以你mount完之後 你也可以在被mount的這個 這個valet下面 再去掛載 其他的 我們知道的就是 可以一直這樣子下去 那這個動作在 Windows 你可能比較感覺不到 因為我們知道 Windows 它比較 它自己的管理 它比較沒有那麼彈性 對不對 它想要減少使用者 的 這些effort 那 也因此可能也有比較限制 所以像我們知道 一掛載竟然就是 C槽 D槽 E槽 也就是你只能掛在root下 對不對 但事實上不然 以整個系統的角度來講 沒有說 沒有這樣的規定 所以尤其像在Linux或Mac 這些大家知道的 其實你就可以自己選 到底要掛載在什麼地方 只要它是存在的 一個 這個 點 你都是可以掛進去 也就是 像你要掛這個 GANS 只要醬這個folder 已經存在 你可以掛在它的下面 那 就可以 有這樣子 recursive的一個結果 那當然 它們這些 就可能是不同的partition 所以這個顏色 只是folder而已 所以這邊是一個partition 不過 像這個 你可以掛在這下面 我們也可以把它切出來 這邊 第四個partition 掛上去也是可以 所以其實當然是可以 任意地 去延展這個 treated structure 那 到底 實際上 我們在下章裡講更多一點 但實際上 當我們說mount point的時候 到底 在data的管理 這個metadata管理上的角度來講 到底發生什麼事 稍微看進去一點 其實就像這個樣子 所以當你去mount 一個partition 或是一個volume 進來的時候 我們都會 maintain一個mount table 所以你就會知道 有這個partition的存在 然後 當它是屬於同一個filesystem管理 所以你可以這樣去使用它的時候 你去透過filesystem 去 access不同 去mount的partition的時候 發生的事情 其實就是在 第一個當然是在 directory這邊的structure做修改 也就是像這邊看到的 如果 一開始的root下面 有三個folder 對不對 那usr 或是mnt 這邊來講 它是掛載進來的話 它其實不屬於同一個partition 所以p1 這指的是一個partition 所以這個physical 就把它切割出來 partition 然後p2 p3 假設就是 這個新的 其他獨立的partition 然後我們要把它掛載在同一個 這個filesystem的操作下 那 它在註冊了這個derive之後 它就只要寫一個m 就是mark起來就對了 所以當你在去triverse這個tree 你想要去找這個file的時候 它的方式其實一樣 就從root開始 就是你的system drive 然後 這個system file 開始找usr 它是一個mount 那它去看mount table 這個到底是對到是哪一個physical的device 對不對 那裡面當然會存一些informer 它知道 在哪一個port上面接到這個drive 用什麼方式的porticle等等 然後呢 重點就是透過那邊information 你可以去access另外一個partition 然後 這個partition下就一樣 它這邊是root 可是知道從這裡開始的 所以root 就相當於就是usr 然後它就繼續在triverse 所以你就可以一直接著去 找到你要的檔案的資訊 那找到了你的 檔案名字之後 然後當然content也就依序存在後面 你就可以把資料讀出來了 所以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有一個mount table 然後 它會在它的這個directory的structure 裡面會去mark起來 所以它知道 要去另外一個partition 讀了 然後會有一個partition table 存著access那個partition 需要的資訊 所以就可以切換到另外一個partition 繼續的去找你的file的content 好 所以這是mount會發生的事情 好 OK 那另外一個我們也非常常見的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就是sharing 對不對 所以檔案系統 我們那時候一開始也介紹過 檔案系統的存在 其實是在當你有modible user的時候 才會是最需要的 就是因為我們要透過檔案 做人之間的user之間的sharing 那sharing當然不可能是 我們都知道它的permission非常重要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們放在各位的作業 放在我們的workstation上 我們的server上 如果大家可以隨便看到的話 那不是問題很大嗎 對不對 或者是你的檔案 可能不小心就被override掉 那這個issue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這些sharing上面 在file system的做法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像現在大家在使用檔案系統的時候 一樣已經看見現在的形式 眼鏡下來 大家的做法就是現在這個樣子 也就是 第一個我們要能夠identify使用者 對不對 所以使用者當然有user id 可是除此之外 我們知道其實還有一個group id 使用情境上很多時候 同一些使用者相同的需求 sharing相同的file 所以我們有所謂的group id 所以一個使用者 他當然有一個unique的user id 但是他也會belong在某一個group id下 那by default 如果你稍微看一下 你在自己的linux系統上打一下 也會看見 Default的group id就是你自己 所以一個使用者進來 他也會create一個自己的group id 然後只有你在下面 所以你沒有感覺 但其實他還是存在著的 那當然很多的應用 尤其在系統管理的時候 欸你就會 可能我們就會create一個group 叫做students 對不對 然後把他全部放下去 那students 就只能access某一些檔案 那就會很好使用管理了 再來就是file 所以那file這邊 一樣他去access的時候 我們怎麼知道一個使用者 他到底有什麼樣子的權限 那現在的管理方式 就是把它分成三種 三種的level 第一個就是owner 所以他對應到的就是user 所以我們知道一個file 他只會有一個owner 那所以這個owner 他到底有什麼權限 我們就可以去定義他 再來呢 因為使用者有group 所以一樣的file這邊的權限 我們就把它變成是group了 所以第二個level就是 你不是owner 好吧 但是如果你是 我所這個file 所屬於的這個group的話 那他的權限 就可以另外的再去設定 所以owner可以rewrite 然後甚至於可以整個去執行他 那group的話 可能只能讀而已 或者他可以執行這樣 最後咧 就是others 所以使用者 你要嘛就是owner 要嘛就是同一個group的使用者 要嘛就是其他case 其他case 我們就把它全部丟到所謂的others 所以今天任何一個使用者 他要去操作一個file的時候 其實我們按照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就可以知道他是屬於哪一個 一定會落在某一個裡面 對不對 就是落在某一個level裡面 然後就根據那個level 他的權限 我們統一去做一個設定跟管理 所以就像這邊看見的啦 所以雖然說你可能會有很多使用者 你可能會有很多的group 但對file而言 其實他是反向思考 他就是只有一個owner 然後咧 看他是屬於哪一個group的 然後 所以這group 他可以有很多group 但是 所有的這些group 他的permission都是相同的 就沒有辦法再細分了 只要是 他擁有是真的file 同一個group的人 他的權限是什麼 然後最後就是 都不符合 那就是others 好 那 所以分成了這三個之後 那到底所謂的這個permission 我們剛才說的權限到底是什麼咧 那 他的權限咧 我們等一下看 基本上指的就是 他可以做 rewrite 或者是執行 或者是 或者是 去只能 rewrite 還有執行這三類型而已 那這就是所謂的privilege 所以每一個level 會對應到就是不同的privilege 那當然是只有這一個file的owner 或者是root 是整個系統的管理者 他可以去修改 這個file 他的group的權限 還有他屬於哪一個owner等等的資訊 所以其他使用者 是不能夠去動 去改變這個file的privilege 或是permission的 其他人只能follow 他規定的policy而已 那通過這樣的方式 你就可以一定可以對到其中的一個 permission 就是privilege的這個permission 然後來操作這個file 那所以剛剛這個permission 到底是怎麼去描述它 那這個問題其實在一樣 當初很早期在設計整個檔案 這個整個作業系統 然後檔案系統這一塊的時候 演變下來的結果大家 或者說這個問題本來大家 這個定義的就叫做所謂的 assess control 的問題 對不對 因為我到底 一個使用者 一個file 我到底他有什麼樣的權限 那最後的結論呢 是 或者演變到現在 大家所看見的就是 他變成一個control 的list 所以我們就只要用一個list 來control 每一個使用者 到底對一個file 有什麼樣的權限 那這個list的方式 如果是很單純的話 你可以想的就是 one to one 就是每一個檔案 他會對到一個list 然後list上面是 每一個使用者 然後他的權限到底是什麼 可是這樣的話 當你的問題最大問題在於說 當你的使用者增加的時候 因為系統使用者 其實隨時都來增加 那你不就要一直在那邊修改這個list 然後這個list的長度會非常長 所以光是存這個 access control 的information 可能就已經耗費掉太多的information 或者耗費掉太多的storage 的space 尤其這些資訊 都要落到memory 才能夠去判斷 所以當然不是一個可行的方式 所以咧 像現在的做法 就是我們剛才看見 就是把它變成三個class 就是owner 然後group 就是同一個group的 然後還有others 然後呢 privilege的 這個 permission這邊咧 也把它就是限制在很單純的 這邊看見的三個動作 就是re 就是r就是re w就是write x就是executable 所以就是你有沒有對他讀的權利 修改的權利 跟執行的權利 就這三個而已 所以咧 這個acl suppose 是一個很長的list咧 我們就可以把它簡化成很簡單的 三個bit 這也就是現在的形式 就這樣 應該說 每一個是三個bit 所以加起來 對不對 也就是 也就是在乘上三倍而已 所以就是很少很少的儲存空間 那 所以這個list 你可以看到 那它的這個 這邊如果是owner 是111 那就是代表 只要是owner的user 他就是有這三個權利 那如果0 就代表他對應到的那個 那個動作 就沒有去執行他的權利了 所以像這邊 owner他可以read 可以write 可以execute 那group的話他可以read跟write 但不能執行 那如果其他人 那他就是只能夠做read的動作 所以 就像剛剛說的 這個file的owner 或者是這個system的root 他就可以去透過修改 這幾個bit的設定 他就可以控制 這個assess control 所以這部分一樣 大家這個回去其實可以對照一下 看一下自己的folder 去玩一些這些指令 你就知道這個差別 所以 其實像在這個 在我們寫作業的工作站一樣 大家如果按ls 然後 大家還有-l 就把他所有的英國面列出來的話 你一定會發現前面就是這些東西 奇奇怪怪的一堆符號 這是什麼 這就是assess control list 所以 這每一個對應到的就是這個folder 或是file 他的assess control的設定 然後你可以對過去 所以你看看 第一個當然不屬於assess control 只是說他是directory還是file而已 可是接下來就會看見 會有三個symbol 對不對 一共有九個 其實對立到就是owner group 跟others 然後呢 他只要r就代表他是enable 對不對 如果dash 就代表disable 所以這一看就知道 這是一個file 然後owner可以對他做 rewrite 但不能執行 然後呢 同一個group 也就是這邊看見的話來講 就是step這邊 那這個group就是可以read 可以write 一樣不能執行 然後其他找不到的 不屬於任何的使用者 那就只有read 所以 這樣就很清楚的知道 怎麼去control他的assess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現在 ACL眼鏡下來 最後 我們在file system這邊 所使用的solution 就是這樣的一個 assess control list的方式 然後就用三個class 然後用三種這個privileged operation的這個控制 來決定你怎麼去做share 好 那 所以很多時候這個大家 像你去traverse 所以像 如果是一個folder execute的意思就是 你能不能traverse進去 看到那個file下面有哪些content 所以你如果發現有時候 assess permission denied 為什麼 你可能要去看一下 你去access那個file 它上面 一路上面 它每個parent 在這個pass 弄這個file pass 的這些parent的folder 它是不是 或你那個使用者 是不是有execute的 這個 這個權限 因為你能夠才代表 你可以access那個folder 所以 所以 這個assess control 常常會發現error 大家如果這個概念有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怎麼去解決了 好 OK 那在不同group之間 你就可以控制 大家加到student的group 然後 對不對 所有人就只有 比如說read 但沒有write 然後只有owner 有write等等 你就很容易的可以去控制了 好 那這點在windows是相同 只是 因為 它用 界面 對不對 這個 windows的界面 所以大家去找一下 但linux 如果在comment line的下面畫 你一list出來 你就知道了 好 那指令在這裡 然後大家忘了提一下 指令是hmod 所以 這個就是你去修改 assess control list的指令 那644剛才就是對到 這些 所以一樣 每一個 每一個integer 就是對到 一個class 然後就是你的file 你要把它修改成 modify 改成什麼樣子的 permission 好 這自己的file 你可以自己試試看 好 好 那最後呢 是protection 所以protection 當然非常的重要 就是兩個層面 第一個指的呢 就是 大家在assess的permission 在同一個 server上面 同一個file system裡面 對不對 大家到底怎麼樣子 你到底是屬於誰的 然後他可以做什麼動作 然後 不同的使用者 不同的group的差別 那就是我們剛才介紹的ACL 其實也是part of 這個protection的機制 對不對 所以你不能隨便的看別人的檔案 那另外一塊咧 更重要的咧 當然是這一塊 第一個 damage 對不對 所以你的file絕對不能遺失 那怎麼樣子可以讓檔案不遺失咧 這個我們到 應該是第12章 介紹storage system的時候 會再跟大家介紹 那 一種方式咧 就是用rate 就是用很多硬碟 所以當一個硬碟壞了 我們資料可以copy在很多硬碟上 所以一個硬碟壞了 我們還是有辦法 可以把資料 從另外一個硬碟讀出來 的這種方式 用多的硬碟來增強 你的資料的reliability 它的可靠度的做法 這個我們之後會專門再講一下 那另外一個咧 比較麻煩的人 所以這個是資料遺失 所以是beta的corruption 這個指的是privacy 就是security 就是你要怎麼樣去 make sure 你的資料不會被別人給偷走 那這個問題當然是非常大 所以我們知道資安是一個很大的 另外一個獨立的領域 所以最基本最基本的 我們知道的一個單一系統來講 角度咧 其實就是用password 也就是你只要登錄進來 你是一個合法使用者 我們知道你的ID了 我們就可以透過你的 assess control list 知道什麼事情你可以做 什麼事情不可以做 那當然這個是 當初我們電腦設計 以假設使用者必須用login的角度 才能夠去assess file的時候 所做出來最基本的protection 就是用password 但現在當然完全就會crack掉 對不對 因為你根本不用login 我可以透過程式 各種方式 服務web的程式 對不對 我就有辦法各種方式去侵入到一個電腦 那當然這就是 現在很大的自然問題這一塊 那包括了password 有沒有可能被人家偷走 對不對 當你當有網路 什麼事情都變得複雜很多 所以我打一個password 傳到這台remote的電腦 在傳的過程中 我的風包會不會被偷走 被人家偷聽 對不對 監聽 那如果看了被人家截走之後 那你的password也被人家偷走 所以就要加密等等 就很多很多的issue跑出來 那這一塊就是 當然屬於protection 但是就另外一個層面 就是你的privacy跟security這邊 那至於資料怎麼不遺失 這個就是以儲存資料的角度 那我們後面介紹儲存系統的時候 會介紹這個raid的solution 那所以這就是一個簡單的overview 就是filesystem這邊 以使用者的角度 在sharing、mounting、protection上面的一些concern 任何人家會進來 感謝這位